要到陈梅左岸河滨公园 除了爬楼梯之外 未来还多了一个选择 就是搭电梯 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两年前向柯市长提案 近期长寿桥旁边的 题外电梯与题内斜坡道就要完工 将造福当地的银法族 与身杖民众还有亲子家庭 两年前 两年前在市政会议 跟柯市长提案 提案我们这边的 长寿人形桥的高度太高 这个长辈爬上去都气喘吁吁 所以使我们长辈都懒得 从这边到河滨公园去 下面去休闲一下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柯市长陈晴 是不是可以拉斜坡道 让长辈什么许可的方法 可以顺着斜坡道上去 然后进到陈梅桥 左岸河滨公园 下去油漆啊 在那边厂阳 厂阳基隆的河岸风光 市长说 拉斜坡道太远了 拉84米太远了 可不可以坐电梯啊 我说好啊 当然是可以坐电梯 现在的电梯快完工了 电梯快完工了 大概预定三月底要完工 这个电梯的好处 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银法长者 本来阶梯很高 常常有银法长者上去气喘吁吁 下来的时候踩空跌倒 踩空跌倒 或许因为他眼睛看不太清楚了 踩空跌倒 后来我们觉得哇 真的觉得非常惋惜 然后后来就有电力 有电力以后 我们银法长者就直接搭乘电梯上去 然后顺着里面的斜坡道 走到和平公园 这样很安全啊 这是安全第一啊 里长很用心喔 哇 超用心的 帮我们这些里面很棒 所以之后有电梯 您会去搭乘吗 会啊 当然会 哇 那当然一定会的啊 搭电梯来公园比较方便 是啊 是啊 就不用爬楼梯是怕跌倒 年纪大的 年轻人是没有关系 还有亲子 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以前我四个小孩 要进到和平公园去玩耍是怎么玩的 我一个人要扛四台脚踏车进去 现在喔 所以我们这边亲子活动非常少 因为爸爸妈妈要扛脚踏车进去里面 先过这一关是非常难的 上去再下去 现在喔 亲子活动可以让我们社区 亲子活动非常的洋溢了 因为爸爸妈妈想到说 带着脚踏车搭乘电梯 跟自己的子女 跟着脚踏车进电梯下去 然后在和平公园里面去练习 脚踏车等等喔 在和平公园骑乘脚踏车 哇 这非常也是 这他们应该是家居 居家中的一大享受 由于电梯可以容纳两部脚踏车 因此里长也超前部署 先设置好U-Bike 2.0站 方便各地民众来使用 电梯设置好了 我们就想到 既然电梯可以容纳两台脚踏车 那脚踏车在哪里呢 我们就想到 再赶快从周边找个空间 来设置我们的U-Bike 2.0 2.0的站台 所以他现在有U-Bike 2.0 所以将来台北市的市民 要进到陈美桥左岸河滨公园 也可以搭火车或公车 在郁城里站下车 来到这边就牵着你的U-Bike 2.0 直接上电梯 然后下斜坡道 进到陈美桥左岸河滨公园 就去敞扬基隆河河滨的风光 这是台北的特色 台北的特色 关我们郁城里 已经设置大概有六七座了 六七座 我们尽量找到河滨的地点 然后我们台北市政府的交工处 真的也从善如流 都能够容许我们在郁城里的 有需求的地方 有那个捷印转程 包括这边的河滨公园 可以进到里面 可以衔接河滨公园的站点 也设置这个U-Bike 2.0的站点 这不就是利能产业的捷能减碳吗 为了加强照顾深仗民众的需求 里长也已经在公园内 设置了两座无障碍厕所 另外也做好一条步道 与自行车道分开 可以让民众漫步其中 欣赏河岸边的花花草草 这是莲椒花 莲椒花 好大啊 很漂亮 还有其他颜色 如果整片河岸都开了 哇 真的很漂亮 这是几位里民种的啊 一位里民 哇 一位里民种的 好热心喔 他把它种成这样 其实是他的成绩啊 所以我们那一对夫妇 他们会来享受他们自己的成果 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利用这个步道对不对 慢慢会有人知道 这个步道非常安全 可以这样绕一圈 到前面可以再绕上来 绕上那个自行的步道 可以再绕上来 整天你现在建议说 里面没有斜步道 没有长长步道 让我们下去走 伦理的 我们现在做一个要整百米的 有没有 要整百米进去那里 现在可以住旁边 看这些建材 建灰 要运动 那边也最好了 那边也做协谋道 那倒了差不多三四百米 所以在那边 可以坐电梯进去那里 只在那里抠一人 丢堂给你运动 非常安全 在那边 那边下跌 看着很害怕 下跌 要坐电梯啦 坐电梯 那厨楼那里 那个坡道 有设计过 有设计 很慢 挖得更長坡道 那边 对 後面很好 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族群 倫理的 倫理的族群 他可以 像我们里有一些 就是 非得靠着 补助与行动 或是倫理的 他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从搭乘电梯下去 然后我们进去以后 也设计好了 所有相关的残障部分 我们的不自由族群部分的一些 他们的设施 我们里面来设计 两边 下去 往东 有个 相近一百米的残障坡道 然后回旋回来 靠着河滨公园 会有一些花花草草 很漂亮 可以欣赏 河岸风光 再往西回旋回来 还有个 鞋坡道也做好了 那万一需要的话 有需求的话 残障厕所也设置好了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不自由的族群 我们也都完全设想完成 所以这是对于社区 我们台北市的住民 弱势这一块 或是银法张者这一块 真的是一大福音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里长细心观察设施的不足 向市府争取各项建设 让银法族 升障与富佑族群 都能够更方便地清静河滨公园 一起来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